School 日本語クラスへ ようこそ 嗨 皆さん こんにちは Hujang Net School の Power です 同学们 大家好 我是Hujang 网校的 Power 老师 在我们今天课程开始之前 还是请大家做一个听写的练习 请大家拿出一张纸 把老师报道的单词或者句型写下来 并且翻译成中文 じゃあ 始めます ボランティア チョーは カクチョー キボ 軸 冠 冠 动 曜夜 3 准再 空 を 写真 完成 下面是句子 みんなに手伝ってもらったからこそ こんなに早くできたのです あの人は実に得難い人材です 地球温暖化はフロンガスの増加と切り離せません 好的 請大家看一下黑板核对一下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好的 那麼我們正式開始 今天課程的學習 首先看一下 應用文的單詞部分 請大家把書翻到第六頁 第一個單詞 忧用文 是一個漢字詞彙 這裡請大家注意一下 印的音读發音 讀作オ 比如說 印圓 オン 印答 オト 印目 オボ 是印针印ピン的意思 這裡還需要大家注意一個特殊發音單詞 就是反印 ハンノ 意思也是反印 但是這裡的印沒有讀作オ 而是採用了特殊發音 ノ 好的 我們看下一單詞 スタッフ 是一個外來語 意思是 部門負責人 幹部 職員 好的 下一個單詞是 アコガレル 是一個自動詞 意思是 憧憬 向往 比如說 映画スタに憧れる 意思就是 向往當一名電影明星 再比如說 都市に憧れ 農村を開設するという 古い考え方を捨てる 意思就是 要捨棄憧城市 輕視農村 這一臣服的想法 好的 我們看下一個單詞 夢見る 既是一個自動詞 又是一個他動詞 做自動詞使用的時候 意思是 做夢 比如說 彼はまるで 夢見ているような感じだった 意思就是 他感覺像是在 做夢一般 做他動詞使用的時候 意思是 夢想 空想 比如說 その少年は 南極探検に 出かけることを 夢見ていた 這句話中的こと 是一個形式名詞 作用是 把前面的 南極探検に出かける 轉化成一個形式上的名詞 做他動詞 夢見ている的 冰語 整句話的意思就是 那個少年夢想著去南極探検 好的 我們看下一個單詞 知り合う 是一個自動詞 意思是 互相認識 比如說 多くの人と知り合うことが パーティの重要な部分だ 在這句話中的こと 同樣是一個形式名詞 但是不同的是 這裡的こと 是作為句子的主語 整句話的意思就是 和很多人相互認識 是派對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部分 相關單詞 我們看一個知り合い 是知り合う的連用型 也是其名詞的形式 意思有相識 比如說 お知り合いになれて とても嬉しく思います 這句話中的 なれて 是なる的 可能態的特形 意思就是 能夠認識您 我感到非常高興 還可以表示 相識的人 也就是熟人 或者朋友 比如說 知り合いにたのまれる 這句話中的 たのまれる 是たのむ的 被動形式 意思就是 接受熟人的委託 好的 我們看下一個單詞 いぶんか 是一個名詞 意思是 不同的文化 這裡注意一下 い的音讀發音 讀作 い 比如說 異國 異国 異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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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徒方面 有一個自動詞 異なる 意思是 不同 不一樣 比如說 性格は人によって異なる 意思就是 性格因人而異 好的 我們看下一個單詞 かたなた 是一個名詞 意思是 各位 用於對 附属的人的尊稱 其實這個單詞 可以拆分成 詞幹的 かた 以及 結尾詞 なた かた 在日語中 是表示 對他人的一種 敬稱 比如說 このかた 意思就是 這位先生 或者 這位女士 而結尾詞 なた 則是表示 附属的敬稱 意思是 各位 比如說 先生がた 意思就是 老師們 好的 我們看下一個單詞 元気づける 是一個他動詞 意思是 鼓勵 打氣 使精神振奮 比如說 病人を元気づける 意思就是 鼓勵病人 這裡注意一下 名詞加上 つける的用法 表示富裕 建立 等意義 比如說 意味づける 富裕意義 関係づける 建立關係 義務づける 設立義務 下一個單詞 駆橋 是一個名詞 意思是 梯子 橋梁 比如說 中国と日本の 駆橋になりたいんです 意思就是 想成為 連接中國和日本的橋梁 好的 我們看下一個單詞 願う 是一個他動詞 可以表示 向神佛祈禱 比如說 どうか合格 どうか合格しますように と神に願う 這句話中的 どうか 是請的意思 ように 也表示 希望 と 用來引用 許願的內容 整句話的意思就是 向上天祈禱 保佑能夠合格 還可以表示 願望 希望 比如說 心から成功を願う 意思就是 衷心希望能夠成功 最後 願願う 還可以表示 請求 要求 懇求 比如說 援助を願います 意思就是 請求援助 好的 我們看下一個單詞 円滑 是一個形容動詞 意思是 順利的 比如說 交渉が円滑に運ぶ 這句話中的 運ぶ 是進行 進展的意思 意思就是 談判 進行得很順利 再比如說 二人の中が円滑に行かない 意思就是 兩人的關係 不太協調 在這裡 請大家注意一個 詞意相近的 smooth 也是一個形容動詞 意思也是 流暢 順暢 好的 我們看下一個單詞 senko 既可以做名詞 也可以加一個sる 做他動詞使用 意思是 選拔 選用 評審 比如說 優秀な作品を senkoする 意思就是 選拔優秀的作品 然後我們看兩個外來語 首先是 pass 做名詞使用的時候 意思是 通行證 入場券 比如說 passを見せて 入場する 意思就是 出示門票 入場 還可以作為 自動詞使用 意思是 合格 通過 比如說 書類審査に passする 意思就是 通過文件審查 最後 pass還可以作為 他動詞來使用 是指 球類運動當中的 傳球 然後是 level up 意思是 提高水平 好的 我們再看兩個漢字詞彙 首先是 日漢字寫作 來場者的 來場者 意思是 道場者 與會者 意思是 道場者 與會者 然後是 日漢字寫作 配付的 配付 可以做名詞使用 也可以加一個する 做他動詞使用 意思是 分發 比如說 test要求配付する 意思就是 分發考卷 這裡注意一下 配的音读翻譯 比如說 配置 配分 配分 意思是 分配 配率 配流 意思是 關懷 照料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 在發音和用法上 都很接近的 配付 日漢字寫作 配付 意思是 散發 比如說 道を行く人に チラシを配付する 意思就是 向路上的行人 散發广告 簡單 区別一下 這兩個 海夫 的話 首先 寫作 日漢字 配付的 海夫 表示 對特定人群 的 分發資料 比如說 前面 分發 考卷 的例子 因為考生的 對象和數量 是特定的 所以會用到 這個 海夫 第二 寫作配付的 海夫 則表示 對不特定人群 的散發資料 比如說 剛才的 在街上 散發 廣告 因為散發的 對象是 不特定的人群 所以會用到 這裡的 海夫 好的 我們看下一個 单词 マイゴ 是一個名詞 意思就是 迷路 比如說 マイゴになる 這是一個固定搭配 請大家注意 還可以表示 走丢的孩子 比如說 マイゴ サガス 意思就是 寻找走失的孩子 相關單詞 我們看一個 詞形和發音 都比較相近的 マヨ 做自動詞使用 意思有 迷失 猶豫 迷恋 比如說 ミチニマヨ 迷路 判斷にマヨ 猶豫不定 女にマヨ 成名女色 可以看到 マヨ前面的 格柱詞 一般都用 ニ 好的 下一個單詞 ヨビダシニ 是一個名詞 意思是 寻人者 被傳喚者 下一單詞 タイオ 是一個名詞 也可以加上一個 する 做自動詞使用 意思是 相應的 比如說 人気に対応する 実力がない 意思就是 不具備 與人氣 相應的實力 還可以表示 對付 應付 比如說 タイオサクを考える 意思就是 考慮應對策略 再比如說 相手の出方 に対応する 這句話中的 出方 意思是 態度 所以這句話的意思就是 應付 對方的態度 好的 我們再來看 幾個漢字詞彙 首先是 日漢字寫作 担当的 担当 可以做名詞使用 也可以加上一個 する 做他動詞使用 意思是 擔任 擔當 比如說 タントーシャ 意思就是 負責人 然後是 日漢字寫作 基本的 キホン 是一個名詞 意思也是 基本 在這裡注意一下 基的音讀發音 读作 キ 比如說 基金 基金 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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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地 基地 然後是 日漢字寫作 笑顏的 エガオ 同樣是一個名詞 意思是 笑脸 这个单词 虽然是一個 漢字词汇 但是採用的是 迅读的發音 请大家注意 好的 下一個单词 シカタ 是一個名詞 意思是 做法 办法 比如說 口语中常見的 シカタガナイ 意思就是 没办法 再比如說 ベンキョノシカタガマチバッテイル 意思就是 学习方法错误了 在這裡 请大家注意一个构词法 就是用動词的連用形 加上一个カタ 往往构成一個名詞 表示手段 方法 比如说 作り方 制作方法 使用方法 書き方 写法 読み方 读法 好的 我们再来看两个名词 首先是 タチイ 意思是 起居 举止 然后是 フルマイ 意思也是 举止 动作 比如说 タチイ フルマイ 就是 行为 举止的意思 然后是一个 外来语 バリアフリー 意思是 无障碍设施 好的 我们看下一个单词 聞くバリ 是一个名词 也可以加上一个 する 做自动词使用 意思是 多方注意 照料 比如说 細かいところまで 聞くバリをする 意思就是 无微不至的 照顾 其实 聞くバリ来源于 一个词组 気を配る 意思也是 注意 照顾 比如说 彼女は 子供たちの健康に いつも気を配っている 意思就是 她总是 很注意 孩子们的健康 另外 还要注意一个 在词形上 非常相近的 気配 日汉字 虽然同样 去做气配 但是 翻译却完全不同 是一个名词 可以表示 情形 样子 动静 迹象 苗头 等意思 比如说 インフレに ムカウケハンアッタ 意思就是 有通貨膨胀的迹象 好的 我们再看下一个单词 QQ 是一个名词 意思是 急救 抢救 比如说 QQ 下 意思就是 救护车 这里要注意一下 旧的音读发音 读作Q 比如说 救援 QN 训读方面 注意一个他动词 SQQ 意思是 拯救 救济 挽救 比如说 命を救 意思就是 救命 再 再 比如说 あの人は もう救いようがない 这句话中 趣味的 用がない 接在动词的 连用型之后 表示无法 比如说 口语中常见的 しようがない 没有办法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那个人已经 无可救药了 好的 我们看下一个单词 いたる 是一个自动词 意思是 至 到 比如说 福島を減って 仙台に至る 意思就是 经过福岛 到达仙台 还可以表示 达到 急 比如说 一号線は まだ開通に至らない 意思就是 一号線 还未到达 通车的阶段 最后 我们再看几个 汉字词汇 首先是 開幕 開幕 可以做名词 也可以加一个する 做自动词使用 意思就是 开幕 然后是 本邦 意思就是 正式 实路 比如说 实验红帮 意思就是 正式考试 最后是 即兴 是一个名词 意思就是 自信 大家 先订阅 練習的时间 就会 在你 这件事 就是 告重 甚至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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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夢見てきました 特に上海での留学中 世界各国から来ている留学生と知り合い 友達になりました 異文化に触れて学ぶことも多くあり 現地の方々には色々と助けてもらったり元気づけられました 日中友好の架けたり 日中友好の架け橋になりたいと願っている私はそのお返しができればと上海万博のボランティア募集に応募したのです 上海万博の円滑な活動を助けるために語学試験をはじめとする先行をパスした私たちは上海万博の理念 ボランティアの活動 中国語のレベルアップなどの研修を行いました 私たち留学生は2ヶ月ほどの夏休みを利用して 来場者に対するパビリオンへの案内 会場地図の配布 日本人の迷子や呼び出し人への対応などを担当しました マナー研修のおかげで基本の笑顔 挨拶の仕方 立ち居振る舞いからバリアフリー 聞くばり 救急時の対応に至るまでしっかりと指導していただいたので 開幕本番には自信を持ってお客様を接待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した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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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みなさん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